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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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華碩來 你看 壓回之後反彈 整理 你看這也是整理一段時間 整理大概一個半月 突然間一個急拉 急拉四五天 請問這個禮拜 這樣可不可以買 這五天可不可以買 那如果可以買 為什麼打一下要破底 跟禮拜二的大盤一樣 你不要看到一天漲 你就覺得可以買 這不對的 有沒有 那只要漲五天 漲五天之後還不是破底 那請問漲五天 張惠銘有沒有說可以買 很好 沒有啊 為什麼 來 你看漲這五天 沒有翻多啊 它只是兩線翻多而已 曲線有沒有翻多 沒有啊 你看這漲 對不對 這漲 這漲很漂亮 對不對 不漂亮 因為古神線根本沒有翻多 它只是兩條負線反彈而已 所以看得懂 你就不會去搶這個空頭反彈 看不懂 你搶進去就準備要繳學費了 大盤的格局剛好一模一樣 懂意思嗎 來 我們看另外一個好了 今天這個新聞 今天是 5月21號 指紋辨識晶片殺紅眼 年底可能會淘汰7家 哇 指紋辨識啊 殺紅眼 年底要淘汰7家 不得了 那請問誰在做指紋辨識啊 有啊 這家 叫做翼龍店 它有沒有漲一波 有 它漲一波上來 到了56塊4 壓回 今天45塊2 所以如果你這一段沒有避開 等你看到消息 哇 指紋辨識現在好像 有點狀況了喔 在追進去好像不妙喔 對不對 要淘汰7家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它股價已經跌了18% 已經跌快2個月了 那請問你要不要先知道 你在做股票嘛 那你要不要先知道說這股票不對了 你不能等報紙發布 你再來跑啊 你來不及跑啊 你這樣已經傷很重了啊 你一檔如果這樣要賠18% 將近兩成 你做五檔股票錯了 你就畢業了啊 所以不能這樣啊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技巧 有一個操盤工具 告訴你 高檔就要跟你講 這格局不對了 你不能等報紙出來說 啊不對不對來不及啦 有什麼用 對不對 那這一段要怎麼研判 你看的是這個 我看的是這個 有沒有 你看這個 你都覺得沒問題啊 你看很多紅棒 就跟禮拜二漲 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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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沒問題 一不小心跌快18%了 對不對 有問題啊 當然有問題啊 這格局已經不對了 有沒有 兩線早就破了 第三線也破了 所以告訴我們趨勢往下 籌碼凌亂動能不足 這股票早就不對了 高點就跟你講 這格局不對 賣出去那就出現了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這個啊 你每天在股票市場 你都需要 可是你 一直都沒有擁有 那你怎麼會做得贏 你不需要嗎 你需要啊 對不對 你不需要在高點就知道這股票不能再做了嗎 你需要啊 你不需要知道這段很棒可以買嗎 你不是少賺一大坡了 少賺了一大坡 你高檔買進去又跌了一大坡 不就這樣而已嗎 看得懂這段買上來 高檔賣掉 漂亮了 股票就已經完成了 這樣就很輕鬆了 看不懂你不可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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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腳步玩 懂意思嗎 來 今天發布的 六清有難 因為啊 這個台塑世保開始股價拉回 為什麼有難 因為啊 雲林啊 這個縣議會通過一個法案叫 禁止燃燒 生煤及石化 交友這個自治條例 當你看到這個以後啊 你發現說 那因為這會導致六清整個被迫停工 很嚴重喔 知識體大對不對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哇 六清有難了 那六清是台塑的整個集團的重心 六清有練出來給台塑集團四保用了 那如果六清掛掉 那還得了 六清掛台塑 南亞台化 台塑化就完蛋了對不對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消息 哇 雲林憲議會通過這個自治條例 不得了 台塑怎麼樣 四保開始壓回了 今天台塑大跌 那請問你要知道 今天大跌一根黑黑棒 對不對 那請問你什麼時候要知道 這股票有問題 你如果在這裡知道 很開心對不對 你十二天前就知道了 是不是幾乎在最高點 那如果你不曉得到今天 這樣快10%了 對不對 當你看到一根黑黑棒下來 有時候7% 從6月1號開始就10%了 如果跌停就10%了 差一天可能就差很多喔 所以你要什麼時候知道 你當然要越早知道越好 可是這個方法 這個技巧 這個操盤工具 你擁有了嗎 你準備好了嗎 還是你還是不知道 每次看消息再來做 那你怎麼做得贏 雅明 一不小心就跌30幾% 那你想想看這下跌過程 紅棒紅棒紅棒 紅棒紅棒 這麼多紅磅難怪你會失去戒心 結果一不小心蹦下來 今天12塊你看哇天啊19塊 跌到12塊已經跌36%了 那如果你能夠早一點知道 你每天在求神拜佛去聽演講 去參加很多分析師 對不對買很多軟體你要做什麼 你目的就是早一點知道 這股票不對了 不管你做哪一檔股票 那這個目的如果沒有達到 就是你的方法錯了 你聽演講也不知道 聽完還是不會做 你看很多報紙 看很多媒體 最後都是最後一棒 你去參加很多分析師 你去買很多軟體回來 最後如果都不能幫你 你的目的就是要提早知道 股票轉空了 股票翻多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答案 前面你做那動作 你參加會員 你去買軟體 你去參加演講 你去搜集很多資訊 看很多報紙 那都不好 那都沒有用 徒勞無功 十八萬要 做很多沒有意義的事而已 你是不是要知道早點知道 你知道 你這個方法找到了嗎 來 我告訴你比較快 來 有沒有 方法就在這裡 不是告訴你轉空了 趕快跑嗎 你何必等跌在後悔末期 太多股票了 來 一樣啊 這你早就要知道了 是不是 你難道等快跌五成你才知道嗎 然後中間紅棒看到紅就追 長兩根就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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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破底了 根本不能追 不能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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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告訴你都不能追嗎 很清楚我都不能追啊 根本沒有翻多啊 你怎麼追啊 你要的不是這個嗎 來 從掛牌到現在沒有翻多過 已經得快六成了 中間很多紅棒 哇 大漲 對不對 大漲 大漲 漲停板 跳空 對不對 哇 漲漲漲 最後破底了 沒有 通通不能賣 沒有翻多過 從掛牌到現在沒有翻多過 所以你是不是要這個 你有沒有問你自己 你要什麼 你如果都不知道你要什麼 那別人怎麼幫你 老天爺也沒辦法幫你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什麼 那如果老天爺也不知道你要什麼 他怎麼幫你 他怎麼給你 那請問你知道你要什麼嗎 那你這個方法找到了嗎 那如果你現在看到為什麼還在猶豫 不是嗎 來 資進 資退 進就是買股票 退就是趕快離開 甚至反手放空 你轉空了嘛 進就是翻多了 資進 資退 不贏也難 同意喔 這是《易經》 錢掛裡面講的 那原文是這樣 資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政 不失其政就不會失去他的政道 原來你要資進 要資退 要資存 資亡 因為古代 比如說 這個朝代會興亡 更替 改朝換代 所以你要在什麼時候你要做什麼 你要知道 然後要嚴守正道 不要作為邪謀外道 趁火打劫 那這個大概就是聖人了 這是《易經》裡面講的話 那我們把它用到股市裡面就是資進 資退 你能夠知道什麼時候翻多 什麼時候轉空 趕快退場 你不贏都難 是不是 剛剛講的那些股票啊 你知道要買了 高檔知道要出了 你怎麼能不贏呢 就這樣而已喔 商人最多的公司一開始都是市場的重額 對不對 但是很少股票能夠永遠在市場被重額 舉個例子好了 請問火打劫是不是市場的重額 當然是啊 之前大漲嘛 大漲就變成市場的重額 結果會最後崩盤 這一段很多人都很喜歡他沒嘛 追到高點 高點之後開始崩盤 一跌就是五成 那為什麼很多人都沒有賣 跌那麼深總不賣 他們笨蛋嘛 為什麼不賣 因為他看到很好啊 基本面都很好啊 第一季3.5 第三季 第二季3.5 第三季5.3 到年底的時候8.3 成長 高度成長 本利比很低 買進去全部套牢 斷頭跌五成 當然跌五成告訴你 開始衰退了 去年8.3 竟然第一季剩1塊多 糟糕了 未來不好 股票又是買他的未來 難怪會跌五成 但是當你知道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喔 原來看股成系統早就吃到了 最早就轉空 這不能買了 對不對 當閃物都知道一切很糟糕的時候 都是有血流成河了 血流成河你怎麼賣啊 那如果你早點知道 喔 這轉空趕快賣 你這一段不要去亂買 那不就好了嗎 是不是 跌五成已經很可憐了 還有跌更深的 來 今天的報紙 何妄炒作崩盤 減掉大動作調查 因為現在停止交易了 這董事長劉永祥涉嫌了盜用公款 支付私人的一個債務 掏空資產 掏空公司上看30億 一家公司被他掏空30億還得了 那就不要玩了 對不對 董事長亂搞對不對 當你今天5月21看到這個報紙 哇 何妄炒作崩盤 點減掉大調查 董事長掏空30億 早就已經停止交易了 上個禮拜四就停止交易了 禮拜三 連續跌17根停板 禮拜四停止交易 已經跌82%了 你怎麼辦啊 今天才跟你講這個消息 禮拜四就停止交易了 跌82%了 還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內幕 說真的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為什麼 這一期的時報週刊 最新一期的 這是董事長劉宏祥 九回啊 台灣最高價的回啊 天下第一會 九回一個月五百萬 不曉得能夠幾個人玩得起 一個月五百萬 天下第一會 沒有人找那麼高了 一個月能夠賺五百萬有幾個 他標這種會 天下第一 第一會 每咖五百萬 前勞董 劉宏祥 逃空資產以後 甚至去澳門 這裡面寫的 澳門賭場賭出了很多錢 開始開公司的票 那詳細怎麼樣 我不知道是報紙報導 雜誌報導的 正確請檢調去調查 我們只是看到這個消息 當然他也下市了 對不對 他之前有一個 博弈啦 觀光啦 要跨足 這個 哇 弄得很大 對不對 最後呢 股價崩盤了 崩盤後你才發現 哇 裡面寫很多內幕 又去澳門 又去什麼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但不管真的假的 股票停止交易是真的 投資朋友賠八十幾% 也是真的 那怎麼辦 投資朋友 那如果你能夠早點知道 這沒有這種事啦 你管他做什麼 干我們什麼事啊 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這麼重要 市場之前也很熱門 理論上要很多分析師都要跟你講 這股票不能做了 趕快出場 如果沒有人跟你講 哇 你買到 天啊 投資朋友 這不得了耶 八十二%不見 停止交易 幾乎等於下市了 那請問這樣一個受傷誰受得了啊 那請問哪一個在台上分析師 沒有義務要跟你講 這股票不能做了 可是誰講了 中華民國哪一個分析師跟你講 何妄不能做了 沒有 可憐 投資人很可憐耶 沒有一個分析師看得懂 沒有一個人跟你講耶 可憐 真的很可憐耶 有沒有 不早就轉空了嘛 那為什麼都不會有人告訴你 應不應該告訴你 應該啊 電視是公器啊 對不對 應該也是要服務觀眾嘛 服務會員嘛 對不對 服務投資人 這麼重大事竟然沒有一個分析師跟你講 你這股票要跑了 趕快走了 對不對 竟然沒有人跟你講 可憐 我覺得中華民國的投顧應該解散了 這麼重大事也不會有人跟你講啊 那這投顧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沒有意義了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沒人告訴你 不在這裡嘛 對啊 這天應該告訴你啊 3月20天趕快找 趕快跑 不能再做重股票 不能做 趕快走 3月20 今天中華民國能夠投顧 還存在 是因為有一個人講啊 所以你就不能說中華民國投顧 老實都細料料 沒有啊 還有一個人活著啊 還有一個人活著 有跟大家講啊 真的嗎 來 導播請進充寶袋 何旺 高檔早就已經怎麼樣 今天開始出現賣訊 這裡出現返利亞 站不動 這裡出現賣訊 也就是說今天3月20你該出場了 有沒有講 有啊 我講的 我真的有搶啊 方向錯誤 快跑沒有用 有些人說 他參加會員 老師 我很可憐 我參加幾個八個老師 幾百個啦 沒有一個準的啦 輸光了啦 最後抑壓張衛銘 是我最後希望的 我現在很急 很急 很急 希望能夠趕快把賺的錢 賺回來 很急 很急 好 你去買荷望看看 方向錯誤 快跑沒有用 你買完剛好賠八成 急有什麼用啊 你買對財有用啊 你急也沒有用啊 懂意思嗎 你急更會讓你上市判斷力 當一個人很急 很急很急 很充滿的時候 其實那判斷力會夠嗎 不夠啊 最後就跟人家亂買 然後就 就下市啦 就停止交易啦 來 不要讓回家路越來越遠 這是我永遠跟大家的期盼 懂意思嗎 不要讓回家路越來越遠 做輸了 想要翻本 最佳的翻本方式是找到最好的方法 不是找更多錢來拼啦 懂意思嗎 你不要做輸一百再去借錢去標會標兩百來拼拼看 不對 我剛剛講 聽懂嗎 你不要做輸一百萬再去標會標兩百萬 借更多錢來賭 不對的 這不對的 最佳的翻本方式是找最好的方法 懂意思嗎 翻本的最好的方法是找最好的方法 不是找更多錢來拼拼看的 不對啦 聽懂嗎 這個方法找到了 你人生就會有機會 把你過去輸掉錢再贏回來 有沒有道理 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 財富人生 致付專線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 財富人生 致付專線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碧潭山水 在門外天天上映 碧潭山水 在門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運 在門外天天上映 在門外身邊 來回穿梭 澳洲PTW國際團隊 將遊艇變建築 碧潭水岸 捷運景觀宅 雙水關 2913 1333 歡迎回來市場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為什麼報紙一公佈的時候 股價都已經跌一大波了 那你想賣 也賣不下去啊 跌太深了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對 4月30 美麗第一季只有0.35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 當然是壞消息 因為他去年是賺6.7嘛 賺6.7的公佈是怎麼剩第一季剩0.3啊 天啊 今年算起來不就一兩塊而已 去年賺6.7 今年一兩塊 那股價還得了 不就早崩盤了 對啊 當然你看到這個消息 早就崩盤了啊 已經跌快七成了 你怎麼辦 是不是 那這種例子不是一直都在充演嗎 來 為什麼會這樣 股價 財報公佈前股價已經大跌一波了 因為有人比你早知道嘛 先賣了嘛 那簡單的道理 這哪需要講 如果沒有人賣股價怎麼會跌那麼深 很簡單嘛 對不對 因為有人比你早知道壞消息嘛 先賣了嘛 很簡單嘛 所以你要不要跟它同步 喔 來 特寫 你看這個多少 175 天 這幾個反壓 你可以數得清楚嗎 你現在看到美麗175嘛 你現在看到169 你看得到這種價位嗎 來 拉遠 現在剩60幾了 那如果你175就知道這股票不對了 現在60幾 如果你170幾你就知道了 你會開心還是不開心 你告訴我 那你需不需要這樣的東西 你告訴我 你也問你自己 你稀不希望175就知道 不要等61 看到報紙再來後悔 乃特寫 你稀不希望175就知道了 夭壽喔 這反壓怎麼這麼沉重啊 這幾百個反壓 金頭拉遠 你在這裡知道有用嗎 有用嗎 你現在知道有用嗎 沒用 一金光 單季第一季就賠4.7 口咧 第一季就賠大錢了 人家大力光賺翻 他賠4.7 哇 當你知道40%不見了 學費40% 什麼意思啊 你100萬在做 你已經賠掉40萬了 學費好貴喔 不是早就應該知道了嗎 對啊 早就告訴你這格局不對啦 不是嗎 再升去年4.5 今年低季0.2 去年4.5 變0.27 嚇死人了 嚇死人 怎麼衰退那麼多啊 對不對 當你知道這個消息 哇 77%還破底 可憐喔 那請問你要不要早知道 是不是有人比你早知道先賣 一定的嘛 來 那你要不要跟他同步知道 當然需要嘛 對不對 你要等23塊才知道嗎 還是你在這裡就想要知道 這裡大概90幾塊 來 最高102 這裡來 來 特寫 你稀不希望91就知道 希望嘛 還是等23知道 已經來不及了 你稀不希望91塊就知道 喔 格局不對趕快跑 你是不是需要這個啊 你這股市在找什麼 你拿來鎖電筒 到底在找在找什麼 你不在找這個 不然你在找什麼 你看那麼多節目 你不在找這個嗎 不然你在找什麼 不是嗎 到這邊喔 財報公佈前股價先點 因為有人比你早知道先賣了嘛 你要不要跟這些早知道人同步早知道 需不需要 要齁 強大工具不能少 你需要這個東西 那你就要有強大的工具嘛 對不對 就像張宜民給我股神系統一樣喔 股市裡面最貴學位就是賠了錢 你要學不到正確經驗 不要每次看到報紙發布再來後悔 來不及了 健大低劑匯損6000萬 你知道啦 學會20% 喔呦 天啊 早就反了一大堆了 早有點賣 對不對 你何必再來後悔呢 這裡賣掉多開心啊 來 正心也一樣 來 早就跟你講要賣了嘛 難道是這裡才跟你講要賣 早不就跟你講要賣了嘛 對不對 宏達店有人說會不會跌破100 頭這邊喔 當你看到它的時候 不小心最近而已喔 已經跌38%了 你看這個來得及嗎 啊 第一季才賺0.4喔 那股價怎麼可能120 130 當然 可能小心要跌破100 本內才賺2000萬 做415億 本內賺2000萬喔 股價跌到10年新低 但是如果你早知道 喔 不對喔 趕快賣喔 你看這裡還有156 這是快要100了 這樣差多少 你自己算喔 來 王津平不選總統 升級股大跌 哇 天啊 怎麼這種跌法啊 頭這邊喔 你看跌多深啊 那如果你早知道這股票不能晚了 趕快賣掉喔 你看這上檔反壓重重喔 這怎麼買 有沒有看到反壓一大堆 股票都不能漲 有沒有 你看這樣一跌多少 一小段而已喔 一個月而已喔 36% 你真的要每次都繳這種學費 然後你心不會痛嗎 你告訴我你心不會痛嗎 我不相信喔 來 要有不後悔的操作一定要有清楚的指引 看到沒有 哪一個人不需要清楚的指引 你在股票市場哪一天你不需要清楚的指引 你希望有後悔的操作嗎 不希望啊 你有沒有看到太陽能開始煩熱啊 你買那麼多太陽能幹嘛 中國帶衰啊 因為他帶頭砍架嘛 太陽能全部都虧損了 喔 不早就轉空很久了嗎 投資朋友 你買這些太陽能有用嗎 不是反壓一大堆嗎 你買這些股票能夠賺錢嗎 你看多久 張藝銘沒跟你講太陽能不可以碰了 不能買就不能 我都不會講 有就講轉空 不能買 這幾個也沒有 我沒有跟你講太陽能可以買 絕對沒有 為什麼 他沒有看到翻多怎麼講 這反壓重重怎麼講啊 你會看一個人臉上都爛倉 對不對 那怎麼會帥呢 對不對 這個也是太陽能啊 你看他跌二十幾趴了 這不早就轉空了嗎 沒錯嘛 不近日才跌破嘛 太陽能股股價崩盤 哇 開始有了要跳水了 你看台灣太陽能怎麼會好 所以當你看完這些之後 你心裡已經有數了 可是發現你現在想要去賣 你要繳兩層 要繳三層的學費 這真的滿貴的喔 投資朋友 來 在古巴斯坦都想成為雷落 五億探長 能夠賺到五億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賺到 因為你的方法沒有找到 而且一直用錯誤的方法 愛因斯坦說一遍又一遍從物做錯的事 用錯的方法做股票 而期待有不同的結果 你期待要賺大錢 那將會精神錯亂 愛因斯坦講得非常好 你用錯的方法 你怎麼會賺到錢 你每次都用錯的 上次用錯的 這次也用錯的 然後你期待你以前賠這次大賺 不可能 然後你會精神錯亂 我的座位明 找到對的方法 所有人生的夢想都可以實現 這句話送給大家 後許我們今天開始應該做個好朋友了 電話打通就可以 我們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 1111 大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支付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